好 接下来有个最新现场 是因为抗议这个台银 即将在29 30号两天要签约 要并购庆丰银行的部分 却引起了台银内部员工 今天到财政部门口 抗议他们非常不满 而现场情况我们先连线给记者张振威 是主播各位观众 那么由台银来并购 亏损连连的庆丰银行 而庆丰银行亏损 交公股的台银的吸收 等于是全民买单 那么今天有上百位的台银员工 前往财政部门口 据拐木条来抗议 我们来看看稍早之前的状况 反对黑翔并购庆丰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反对黑翔并购庆丰 是群情激愤的 认为现在这个庆丰银行 它是亏损的黑洞到底有多少 RTC愿意赔多少 是200亿还是400亿 外界完全不清楚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台银代表还打算在6月29号30号 进行议价签约 那么在这样的财务黑洞情况之下 可能会拖垮台银的体质 那么经过财政部 由国库所的代表出面来接受陈勤 加上警方是举牌警告之后 抗议的人群大概在半小时之后 宣布解散离开 以上是现场最近情形镜头 交还彭的直播 好 谢谢郑伟 除了不满这样的庆丰银行的财务黑洞之外 台银员工也非常担心 有些庆丰人员会不会是空降部队 直接变成他们的长官了